阿卜老师现在群里面呢 有一个花友在问一个问题 大栗花怎么防虫 花上老是有虫 大栗花里边正常会有两种虫 一种是牙虫 还有一种是剂麻 这两种虫啊 就是像比如说有牙虫的话 就是可以正常喷一些 春季式口气用的赛虫禽这种药 其他的还有很多的药 其实也是可以用 但它基本上成分都不会有什么 什么大的一个差别 像大栗花整体来说 其实它是并不是容易生成的一种植物 所以的话如果是剂麻这种植物 其实并不是很危害它的植物 我觉得你的植物生成 还可能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原因 就是是不是你种植的点位错了 是不是种植的点位不是特别适合 如果你种的地方过于潮湿 它的生长状态会比较差的时候 就是它抵抗力会比较差 它也会容易比较生病 大栗花整体来说是一个粗养护的植物 所以并不需要特别担心 如果有牙虫呢 我觉得尽量不要用药 可以用手去戴个手套捏一捏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我们正常都不推荐大家去打这个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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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